这一题我想104题和洛之书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这一题的话就是无论这个题目很简 就是无论是这个横向或者是纵向或者是斜的的总和呢 皆为15 有没有 就是说294加起来有没有 一定是15 然后276加起来一定是15 斜的258一定是15 有没有 所以任何无论是哪一个横向纵向斜都一定是15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逻辑 那你要想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产生9个数字嘛 1到9 第二个是怎么样呢 第二个是把它打散 位置随便乱放 第三个怎么样呢 第三个就是判断说 它放在阵列里面 矩阵里面呢 加起来的总和是不是15 如果是15的话 那表示这个结果会是正确的 但是这一题稍微需要动一点脑筋 而且特别注意还有几个 就是说矩阵里面的那个数字皆不能重复出现 等等的 然后每一次呢皆不相同 你不能说你就模拟一个结果出来 不行 每次跑一定要都不一样 那当然有很多方法啦 那你们可以 这一题我想 因为比较稍微难一点 我们放在后面再来讲好了 那总分的话 一样是 就是你做完这些动作的话 就是50分 所以这一题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啦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那我们先来看后面这一题 106好了 106这一题 它里面要我们做哪些动作呢 基本上 就是把那个传递进来的参数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呢 在你执行执行这个Java JPA01之后后面空一格 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就是你的参数 那参数跟参数中间一定也是空一格 这个也是空 这边也是空一格 空一格 这边也空一格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边传进来的话 它将来会用什么方式呢 会用那个正 用正列的方式把它读进来 所以各位可以在那个 我们的程式后面 你可以看到 在我随便开刚刚的这个好了 你可以发现这个man man这个方法的后面 一定会有个string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正列 然后面加上就是ax 这个所谓的正列就是说 读进来的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将来呢 你在这个程式后面呢 空一格加的东西 它就帮你用正列的方式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话呢 类似就是像类似像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东西 它只要一个空格 它就帮你读进来一个 0 1 2 3 4 那就帮你切切切 切进来之后的话来判断 那它需要做哪些结果判断呢 第一个数值的总和多少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是数值 一个是44对不对 所以总和一定是44 然后呢非数值有几个 5个 为什么5个 1 2 3 4 5对不对 然后呢 纯数数值就是数字的有几个 一个 结果你要把它列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写出来的 那后面你测验 你这个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输入这些相关的参数 那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空一格 然后CSF IT1 89 然后后面一个日期 就类似像这样一个参数 那它读进来之后的话 总数为多少 因为只有一个数字89 所以总数就是89 那非数值有几个 1 2 3 数值有几个 一个 有没有 所以结果你要做出来 它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那怎么做 我先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这一集 也不会太难 那我们一样 在这边 逐一个 在逐一个 这个Java Clouds 不过 名称呢 如果你叫JVA 假设考试的时候呢 JVD一定是JVD01 不过这边已经有JVD01了 怎么办 你看这底线106好了 就是做个 改一下 不然的话 以后每一集 低类的都是 101的话 那会有冲突 所以我们产生一个JVD01底线 好了 106按确定 那后面的话 就自己再把它撕 主要考试的时候 可能它 它那些文字档里面 会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直接贴过来 贴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好了 这个是我最后做完的结果 其实程式码不会很长了 主要就是做一个try catch的一个判断 因为如果说你转型 假如读进来的东西转型的时候发生错误呢 那表示什么 表示它不是一个数字 因为不是数字就不能转型 OK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底下的话最后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 数值之总和为89 然后有三个数字有一个 那这个时候传递的时候 特别注意 我要去传递参数的话 当然你除了说可以在DOS底下 打那个后面加参数之外 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从这边编辑 有没有 然后我把那个刚刚做的这个106加进来 后面的话呢 我要传递参数的地方 特别注意 是加在哪里呢 加在这个下方 比如说我打一个CSF 控一格IT 控一格89 控一格一个日期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读进来的时候 顺便判断 OK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那请各位 第一个先产生一个这个专案 那我们逐步再来看一下 如何完成这一题 这一题部分 OK106 那后面的话 自己再把那个相关的这个 Public Static Void面 把它加进来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把我们的 这个外部的参数 利用正列的方式 把它读进来 把它读进来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 先第一个 先完成到这里好了 那我们等一下逐一来看 第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先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我们 过过外部传递过来的参数 总共就是一个正列 它会帮我切过来 那我需要知道几件事情 这个题目里面 它有跟我们讲说 你必须要给我几个结果 第一个是总和 总和多少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 非数值多少 纯数值多少 所以 因为我要知道 这三个讯息 所以我就宣告了 三个变数 这三个变数的话呢 它的名称 分别是 叫做 这个Sum 然后呢 预设值给它0好了 预设值0 这个就是我将来 要加总的结果 再来的话 就是说 一个是整数 我刚刚这颠倒过来 好了 这个应该是 先什么 先非整数 再整数好了 第二个是非整数 所以 我们给它一个k 再来的话 也给它一个j 那宣告的变数的话 就是int 应该知道这个应该 就是我们整数 然后呢 如果是非整数的话呢 就用k来代替 预设值等于0 j的话呢 就是整数部分 等于0 ok 最后输出的话 这个是 我们的变数宣告 第一个就是宣告 三个变数 这个我想最基本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 宣告我的变数 第一个把变数先宣告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宣告三个变数 反正就是这个建议会可以把步骤稍微打上去 第二个的话就是跑出我们判断 第三个这个部分比较简单 就是第三个就是要把它输出结果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输出 那输出结果我想也比较简单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 把它key上去 这个print system的这个out print the line 就是把它输出 那数值之总和为多少 ok 那输出结果 不过你现在 当然你这个时候 现在输出的话 它应该是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 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结果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 就是我这一个的那个设定档 我刚刚没设定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把它重新再抓一下 抓这一个 然后按个确定 ok 然后执行起来 基本上 输出的结果应该就是这样 有没有 因为现在里面还没完全还没跑 跑任何东西 这个是结果 反正你就是第一个格式有做出来 因为预设值都0 0 输出结果的话是这一个 好 但是呢 题目里面要求的就是说 你要去判断一下 就是说我将来给你参数嘛 那参数的设定呢 记得是从 这边有一个 这个configuration 就是 这个地方去加了 不过因为我现在还没处理它 所以加了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但是我要怎么去抓它呢 抓这里面的东西 怎么样把它抓进来处理 抓进来处理 特别注意 抓进来处理的方式 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man里面 不过这里要需要跑一个回圈 man的后面会有一个arc arx 有没有 这个不是装饰哦 这个就是你的参数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去输出第一个参数的话 我要输出第一个参数的话 我就把它print出去 print什么东西呢 假设我今天 print 这个跟那个中文 好像会有冲 所以这把 那第一个参数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就是arg arg这个有没有 把它拉过来 如果我这里面摆arg0的话 你们直接执行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呢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发现 csf 有没有 如果我这边再把它输出什么 arg arg1的话 arg1的话会怎么样 再输出 你会发现哦 第二个值出来了 有没有 it 那以以实类推览 也就是说呢 他这边呢 基本上 就是怎么去抓到 我后面给他的那个参数值呢 基本上就是透过什么 arg里面的这个阵列 给他的数字 但是呢 你这边当然你也不能说超过 总数 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这地方 假如说我给他的到 到3的话 基本上呢 他还OK 可是如果我今天 给一个数字 给他多 给到3 给到 假设给到4好了 假设这边给3应该OK 可是如果今天给到4的话 会怎么样呢 这边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4 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会出现什么错误呢 哎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有错了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的 有没有 configuration 这个传的参数里面呢 只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也就是阵列只有到 0 1 2 3 没有这个东西啊 那怎么办 他抓不到 就会产生error了 所以第一个呢 你要先知道 你这边总共会有几个啦 那怎么知道说这里面 怎么知道说这里面 总共有几个 其实你可以透过 ARC里面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 就是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这边有个叫LAX 这个LAX 也就是指的就是说 到底 这一个阵列里面 放了几个资料 直接执行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边出现就是4 也就是这里面有4个 你不能跑第5个出来 第5个的话 那就会产生错误啊 所以 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个判断的话 这边需要几个 这个基本的观念 第一个 我需要跑一个回圈 这个如果不用回圈 好像没办法做 因为 如果你不用回圈的话 基本上 这个判断 它没有办法抓 那所以第一个 我需要做什么事呢 跑一个回圈 决定什么呢 决定它的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我现在宣告一个 inti好的 i的预设值等于0 第0个 然后分号 到哪一个 0 那到哪里结束 就跳离回圈呢 就当i怎么样呢 i小于 要什么时候进入回圈 当i小于多少呢 小于ar区 ar区 点lex 也就是说呢 当他等于0的时候 要不要进入回圈 要 那后面的话 记得是不进 i加加 OK 就是当他等于0的时候呢 那就进入回圈 所以大瓜胡 就是执行什么事情 当1 要进 0 1 有没有 加加 2 3 对不对 那因为ar区 这个值会是4 对不对 当他等于什么 0 123 都会进 等他等于4的时候 要不要进 就不进了 因为这个时候就跳离回圈了 所以特别注意啊 这个回圈的话 基本上呢 如果我要抓上面4个的值的话 记得要跑一个回圈 如果不跑回圈好像 可能没办法 像刚刚这样可以用循序的方法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跑一个4回圈 4回圈 那里面的范围就是从0到小于这个正列的长度 然后往下步进 接下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做那个加总 那怎么样加总 我怎么去把这里面的值抓出来呢 这里面的话可以透过这个sum sum的函数呢 sum这个变数 它的最后是什么呢 帮我把里面只要是数字的部分加起来 那怎么去加 特别是这个 加等于 加等于就是后面的东西帮我加起来 sum加等于什么呢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我这个UG 然后UX 后面的话呢 中瓜虎 我记得是中瓜虎 然后换个I 那这个I的词呢 会随着就是等一下的这个变化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我UG裡面的词进来的话是一个Stream 那Stream呢 如果要来加的话 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前面的这个sum是 应扯是整数了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呢 把后面这个是字串 把它转型 那怎么样转型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Integer的一个 Integer 这个Integer的这一个 Integer的这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的话 是预载的 所以你不用imput 已经 它这个是 在Java里面点DEC 这个已经预载 所以你直接用Integer Integer底下会有个转型的方法 点什么呢 点就打一个Path PathIn PathIn指的就是说 把后面 特别说它后面有提示说 把后面的字串 帮我们转换成什么 转换为这个整数 OK那这边PathIn 然后呢再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我们刚刚正列 就是参数里面的值把它放过来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 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 我读到89 那89的话 它本来是一个 一个文字 文字就会帮我转换成为一个数字 然后呢 丢给Sum 去帮我把它加总 不过 这个时候呢 当然程式已经接近快写好了 可是如果我现在执行起来 会有什么样的错误呢 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它会跟你讲说一个Exception Exception就例外处理 这个例外处理是什么 因为你读进来的话 第一个 我们刚刚给的那个参数里面 第一个是给什么 给CSF 可是你CSF它是一个文字 那你文字转换成数字 会发生什么 没有办法转 那没有办法转的话就挂掉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Try Catch的方式来包覆 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假如会有Exception 就是那个错误的发生 我们可以利用Try Try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试试看 如果有错误的话 那会用Catch 所以这个Try跟Catch 其实是 有点是双胞胎 反正一定有Try 西乎就会有Catch 那Try呢 它会去尝试做什么事 但是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它后面会有一个小刮弧 会传递过来什么呢 传递过来一个 就是Exception 就是说那个例外的处理 那到底发生什么错误呢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例外处理 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Try大刮弧 Catch 后面加一个小刮弧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大刮弧 去处理什么样的后续的状况 那Catch 小刮弧里面 请你打一个大E 大E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要去捕捉这个 这个 这个例外的这个状况 所以有一个Exception 你打一个大E之后 有一个Exception 那Exception呢 它传递过来的话 会有一个物件参数 打个E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Exception 它传过来的一个 一个物件参数是一个E 那基本上这个 只是要打上去就可以了 它不会 我们后续不会用到 那Try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Try的部分 把这一个 把这个 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先拉过来 就是呢 先让它试试看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就不进行加种的动作 而跑到这里来 那跑到这里的话呢 因为 其实实际上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上面就是说有一个K 这个K指的就是非整数 那为什么会有非整数呢 就是如果它转型的时候 不能转 表示说 它里面是放了一个 不是数字 而是放一个什么 一个类似像文字 所以如果当它有错误发生的时候 那就是非整数的 非一个整数 所以我们这个K的话 K++ 如果有错误的话 表示说它是非整数 那非整数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K就帮我记录下来 有几个是非整数的 那如果说它 这一行呢 它有加的 表示说呢 它这个是可以转型 里面放的 比如说是89 那就可以转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追加加 所以这个追的话 基本上就记录说 可以转的话 那就是表示 它里面放的是一个整数 不能转的话 就是非整数 所以最后结果的话 假如有几个整数 就是会利用加来做那个计算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反正就是catch OK 那最后结果我们来试一下 那当你在执行的时候 特别最后 就是在这个程式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这个程式的话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宣告 这三个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回圈 那回圈做什么事情呢 回圈基本上 就是什么 读取这个外部的参数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读取参数 OK 读取参数 那参数有几个我不知道 就是总长度去判断 所以是0到 这个是4 那把它输出 那用try cache包覆的时候 中间加一个 如果我加总 要转型的时候 发生错误 那表示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非整数 如果它转型成功的话呢 表示它是一个数字 OK 类似像这样 然后请各位 先把这个部分先完成 那这一题最难的应该在这里 这个部分 如果你这个部分做得出来的话 那这一题应该就可以拿到满分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将来 假如真的做有error的话 也不要放弃 记得把头跟尾也一定把它做出来 反正头尾做出来的话 至少它还是会给你个20分吧 所以必定你这一题中间的做不出来 然后头尾做出来给你20分 另外一题你又满分的话 至少你还可以拿个70分 所以特别注意不要放弃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设定相关的参数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edit configuration 这边的话可以加 那至于加 你可以自己去改变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 当然题目里面有相关的 这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范例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最后测试的结果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程式没错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 不一定照这上面 比如说我们今天 这上面给 随便给一个数字 比如说AA AA 然后给100 空一格给200 空一格给400 OK 那理论上 我们可以从这边直接来判断 这边应该就是 有只有一个是非数值的 然后呢 有三个是数值的 那这个三个加起来的话是多少呢 就700 对不对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然后按确定之后 按OK之后的话 如果你把它执行过之后 结果假如跟你 你刚刚想的是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逻辑基本上 总和是700 100加200加400 700 那非数值有几个 有一个 数值有几个 有三个 那个一个的话 指的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最后结果 我们就加了什么AAA 所以假如说你最后 这个地方自己也可以测试一下 因为呢AAA是一个 是非数值的一个 然后有三个是数值的 有没有 那这三个加起来多少 加起来是700 所以如果你这样测试结果 没错的话 那表示你这一题 就拿到了满分 50分 OK 所以应该 不会太困难吧 反正基本上要掌握的要诀 就是 考试的时候也是这个系统 所以你们只要把这个系统 练熟之后 然后呢 基本上的步骤 第一个就宣告变数 这个变数来源呢 基本上就根据什么 根据那个试题题目里面要求的 所以题目里面呢 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你们就看那个试题 就会有需要的东西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部分 1 2 3 所以三个变数 然后呢 再取得外部的参数 然后再用tri-cache包覆起来 那这边就一个转型 这几个部分的话 是蛮常用到的 那最后再输出结果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试试看好了